接下來是手機版的分享 一樣點擊下方的Automation 進入到這個畫面 點擊最上方這個選項 進來之後呢 要選擇最底下這個藍色字體的部分 然後選擇新增 然後進來之後一樣點選第一個 然後就可以選擇到 發布IG的短影片 再選擇繼續 就可以輸入關鍵字 這邊的步驟呢 會跟電腦版非常像 然後一樣輸入我們要回復的訊息 然後也一樣可以建議選擇 3到4折來回復 完成儲存後 換設定回復訊息 一樣把訊息貼上 再新增按鈕 選擇Open Website 貼上網址 並修改名稱 微點擊收看 這樣就完成了設定 最後記得按下右上角 Update的鈕完成設定 最後我們來看看 設定的結果為何 找到這一則影片 發現已經有好多人來留言了 也確定有自動回復訊息給對方 接下來我們找一則 看是不是有確實把私訊給對方 所以看到這個訊息 的確有發送給對方 而且點開連結 也確實有連結到我們的連結 這樣就完成自動回復設定啦 趕快收藏起來 耶